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5日 星期五 农历2月初六 我是朗青 我是Kiki 很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 今晚吸尘液化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 曹律师信乡 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 解读美国 吸尘美利说 发现无息 西雅图爱情故事 舌尖上的西雅图 爱情麻辣烫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而乐西雅图 以及西城液化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 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online 手机收听 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应用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联合国调查人员指责俄罗斯当局无视基本人权原则 对乌克兰战俘和平民造成难以言状的痛苦 使他们遭受骇人听闻的待遇 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 本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最新的报告 调查人员对俄罗斯在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犯下的 违反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 以及相应的战争罪行作出了激愤的描述 周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委员会主席埃里克·莫斯表示 该报告的重点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俘的酷刑 并描述了俄罗斯联邦几个拘押设施中 对战俘的可怕待遇 他说新证据加强了委员会先前的调查结果 即俄罗斯当局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使用的酷刑 是广泛和系统的 受害者的叙述显示 在长期拘押期间 他们遭受了无情残酷的待遇 造成严重的痛苦和折磨 其做人的尊严被公然的无视 这导致了长期的身体和精神创张 白宫中午说 俄罗斯对200名美国公民制裁提醒人们 普京战的专制者的真正危险 一名美国知名记者也在俄罗斯政府 中四宣布制裁的美国公民名单上 俄罗斯外交部中四宣布制裁 美国知名国家安全事务记者塞尔丁 他是好几名被拿入制裁名单的记者之一 其他还有来自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 这是俄罗斯对美国公民实施的最新一波制裁 俄罗斯制裁目标共有227名美国公民 俄罗斯政府称他们从事了反俄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在期访站上说 卷入美国建政部的仇恶路线的指定 落实于辩护227名美国公民 被禁止入境俄罗斯联邦 日本晋国神社已经挑衅全军事指挥官 担任其首司 此举可能引发争议 晋国神社被其他亚洲国家 视为日本战时侵略的象征 晋国神社在周五宣布 任命前海上自卫队海将 曾任日本至东非及布提大使的 大洲海夫为其新公司 这是自1978年以来 首次有前军事官员担任这一职位 上一位被任命为晋国神社公司的 退役军官松平永芳 在神社合计了14名被定罪的甲级战犯 以及250万名战事者 以共参办 其宫包括二战时期的日本首相 东条英姬 63岁的大洲海夫告诉路透社 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将服务于此一和平的神社 那些为国家献出宝贵生命的灵魂 将在这里得到纪念和尊敬 俄罗斯选明星期五开始 陆续前往全国各地的投票所 为选举新任总统而举行为期三天的投票 但是由于现任总统普京镇压一几 铲除一几一杂音 而且禁止然为反对派候选人参选 这次选举被广泛认为不过是一场表演 普京将毫无悬念地获得胜选 赢得又一个六年人期 门人社在报道中指出 俄罗斯大选前 普京似乎忌惮地打压 独立媒体和主要人权团体 引起把俄罗斯的整个体系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俄罗斯大选也是 无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之际举行的 罗基克对基辅而言 在冠兵和武器方面占据学的优势 因此俄军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也是战斗中取得一些细小而缓断的结果 但是乌克兰都是不减 俄军常常在敌后发动袭击 甚至对俄罗斯本头直接发动袭击 原厂攻击型无人机曾经多次打到莫斯科 而刚关系的无人机和无人机 摧毁了俄军黑海战争将近三分之一的主力战战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44度 摄氏7度 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0度 摄氏21度 最低气温华氏42度 摄氏6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随着中国人大政协两会 政治敏感期结束 按照惯例被强制离开居所 到外地旅游的持不同政见者 维权人士等政治敏感人物 陆续返回家中 一些被旅游及被监控的异议人士 对美国之音表达了 他们对两会及其相关政治问题的看法 有评论指出 两会闭幕后的总理中外记者会 取消 堪称一大转折 也有评论认为中共二十大以后 基本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主管经济工作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 自我降格为最纯粹的办事机构 而人大越来越像橡皮图章 所以这次两会唯一的看头就是没有看头 资深媒体人独立专栏高瑜 两会前被国宝人员带离北京 到广西桂林等地 3月14日晚间乘飞机返回北京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次两会重要程序改动 总理记者会取消 引发国际关注 算得上是一大转折 高瑜认为 转折的根据在于去年两会之后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一次会议 将2018年李克强的国务院工作诊责64条 修改成43条 国务院不再是决策单位 而是经济执行单位 决策者只有一人 他说国务院是一个执行机构 没有决策作用 更没有对全国经济的领导作用 这都是问题 连总理召开国务全体会议 和国务会议这些内容全没了 高瑜指出 对比2018年李克强版 和2023年李强版的 国务院工作规则的明显不同之处 可见一些端倪 两相对照 后者第一张总则 删除了前者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 为指导一句 中关于其他人的描述 只剩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另一处明简的改定是 李强版的国务院公共规则删除了 李克强版的第二章第六条 即总理召开和主持国务会全体会议 和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必须经国务院全体会议 或国务院常务会议朝日决定 自身一人是 前安徽省检查员 公主任员沈良庆 在X平台发帖指出 见谷之间有点意思 让人想起了外听家总管 读动马化自己和外听 把国务院变成中央办事组 自己变成跑堂的 连本来就是作秀的记者 招待会都免了 沈良庆曾经参加 八九民运并领导 安徽省的民主运动 主张宪法民主人权 数度被捕入狱 曾经看山巅和循资罪 分别获得一年半和三年 近年来 在六四斗 这只连来七备远近 或带走旅游 家住合肥的沈良庆 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北京两会结束当晚 到了临省看朋友 购票后 安徽警方就通知当地警方 人还没到当地正宝 负责人就打电话询问 上在外地赶会的朋友 询问我是否到了 我刚才家门就有自称物业敲门 被拒后 正宝负责人就登门 请我和朋友共进午餐 对于这两次两会的看法 他说两会递来就是贯彻 执行中国中央已经预定的会议 所以两会不如看党代会和中央全会 二十大之后基本就一个人说了算 递来比较重要的三中全会 都可开不可开 其他领导人都变成了半十元 这次两会干脆把总理机车车单会都免了 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 历来是主管经济作用的 现在连工作章程都修改了 自我建国为纯粹办事机构 党政合一 以党代政 所以这次两会唯一看头就是没有看法 美中关系影响全球 两国元首去年会面后重启沟通 但在经济 科技 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角力 未见减弱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认为 美中高度竞争的局面将持续十年 并反驳东升西降的说法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周五出席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线上对话 回应美中关系现况 伯恩斯表示 美中元首会面 达成解决分泰尼和恢复军方沟通等四点共知 美国政府和国会高层再返华 形容美中关系在2023年下半年以来相对稳定 但他表示 美中之间不仅存在新疆 西藏 香港等人权问题上明显分歧 在军事和科技等方面更是竞争对手 高度竞争的关系可能持续十年 伯恩斯说 是高度竞争性的关系 两国之间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也是系统性的对手 竞争是相当深刻的 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军事领域 我们当然是对手 在军事力量和影响力方面存在竞争 技术也是竞争的核心 因为技术决定未来的力量平衡 因此美国拒绝向中国出售武器 以免解放军利用武器对抗美国 伯恩斯表示 美中关系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领域 美国加强与日 韩 非 澳等国家的联盟 智力保障包括南海 东海和台湾海峡等地区稳定 他还表示 非常关注和担忧中非的冲突 重申美国支持菲律宾捍卫领土主权 伯恩斯说 我们对中国试图对菲律宾进行的威胁和施压非常关切 世界上所有国家也理解和承认有关地区 是菲律宾的主权领土 但中国拒绝同意 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 美国和菲律宾在1951年已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对菲律宾给予强而有力的支持 这份支持果断和明确 伯恩斯表示 美国已经把中国经济政策作为今年的关注重点 他特别提到 在刚过去的两会上 中国强调要加大制造能力 以拉动增长 应对经济低迷 他表示 如果中国以低廉的价格 让电动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产能过剩 以外销的方法处理 会影响全球贸易系统 将密切留意情况 伯恩斯表示 中国在过去40年的经济表现 已经成为有史以来 经济实力崛起最快的国家 但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年 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 正在经历增长放缓 内需不足 房地产危机和出胜率低等问题 而美国经济已出现意后反弹 美国与多国的关系稳健 不认同美国衰落和东升西降的说法 伯恩斯说 我们不同意中国领导层 有关东方崛起 西方衰落的说法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美国通过北约和欧洲勾结的强大联盟 任何人也无法指控美国正在衰落 我们在战略 军事和经济上都在强化 他表示 中国有防火墙 限制Facebook Instagram等社交平台营运 但美国会利用微博和微信的不同平台 宣扬美国的理念 纠正中国大外宣对美国社会和政策的曲解 另外 伯恩斯本周出低调防港两天 期间香港立法会正审议基本法23条 引起各界关注 伯恩斯表示 他在香港期间 在美国驻港总领事梅瑞瑞陪同下 与在港的美国商界人士和记者见面 也见了很多美国和中国的学生 希望在香港演变的重要时刻 更了解情况 他还表示 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 已有181年的历史 是独立运作 他成为驻华大使 无权涉足香港事务 并赞扬美国驻港代表 是很有代表性的团队 Covid的抗疫工作 加入全新阶段 我们知道 Covid可能带来长期症状 所以请记住 全面接种疫苗 对降低长期Covid和病重风险 非常重要 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 可增强保护对抗新病种病毒 提供我们抵抗病毒 所需要的防疫能力 请记住 经常洗手 以及在人多的地方 配戴口罩 是我们都可以做到 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 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 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您正在收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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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老青 我是KK 今天是2024年3月15日 欢迎您收听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 民主党级参议员 达克沃斯 星期三 共同提出 2024年 台湾与美国太空援助法 指示 NASA和台湾国家太空中心 在互惠领域合作 包括各种 与太空有关的工作 虽然台湾国家太空中心 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我们的议案将允许NASA和NOAA 与台湾在民用太空活动上合作 包括卫星 太空探索 以及大气和气象项目 允许我们的相关机构 与TASA合作 可以对中国显现出 美台合作的力量 以及美国与地区伙伴合作的承诺 在台湾正在建立 他们的太空机构之际 美国的支持和伙伴关系 能够鼓励台湾 在持续的太空能力上进行投资 政议员希尔说 法院社引以以色列政府 发给媒体的消息称 以色列军队已经准备就绪 向拉法拔起攻势 以及撤离当地居民 但台西约港没有提供 有关这次宣布 已久行动的更多细节 美国和联合国都反对 以军进攻拉法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数周来一直声称将继续战斗 指导小米哈马斯 他并多次宣布 即将对拉法发动攻势 拉法位于加南部和埃及交界地区 据联合国称 大约150万巴勒斯坦人聚集在拉法镇 美国预知重申反对 在拉法发动任何 危及当地难民平民的攻击行动 内塔尼亚胡周四 在社交网络X上发文称 我将顶住压力 我们将进入拉法 我们将完成小米哈马斯的任务 反正是最新消息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科比周五表示 根据哈马斯的最新提议 白宫正在对进行中的加沙停火 谈判持谨慎乐观态度 科比表示 总的来说 提出的提议符合我们几个月来 一直在努力达成协业的原则 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周五表示 他凭良心不能支持共和党 推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 这是对他的前竞选搭档 与他共事的总统的惊人否认 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推行和阐明的议程 与我们四年来职守的保守派议程不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凭良心 在这次竞选中支持唐纳德·特朗普 彭斯在福克斯新闻中说道 这位前副总统在10月份 结束自己的总统竞选后 拒绝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表示支持 但他此前曾誓言支持最终的共和党提名人 特朗普在彭斯退出后表示 他的前副总统应该支持他 他说我选择了他 让他成为副总统 但是政界人士可能非常不忠诚 获得监管曼哈顿唐纳德·特朗普 刑事封口费审判的法官已推延审判 比这位前总统的法律日程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审判预定于3月25日开始 新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 但不太可能在4月中旬进行 此前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和特朗普法律团队 就此发布本月移交的数万份文件制作问题 发生了争执 3月25日的听证会将专门讨论 围绕本月移交文件的事件 以及特朗普博会此案并制裁地区检察官 阿尔文·布拉格办公室的动议 因为他称屡次违反发现违规行为 法员必须先解决一些重大的事实问题 然后才能被动议做出裁决 法官莫上中午写道 因此法院同意被告的观点 即如果有必要 需要就裁决的证据开展动议 与USAOSDNY制作文件有关的情况 以及审聘日期的安排 立即举行统证会 华盛顿州塔玛诺岛 一个在海地经营非盈利组织的家庭表示 由于暴力团伙争权夺利 他们无法离开这个加勒比海岛国 瑞安多兰和吉尔多兰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一直致力于海地的发展 他们通过非盈利组织爱林社 帮助管理一家孤儿院 如今他们迫切希望离开这一切 据西雅图警察局称 一名少女周三在西雅图中心区的公交展 被驾车枪击受伤 3月13日下午2点45左右 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西雅图东街文区街的 23大道附近 该地点靠近加菲尔多高中 但官方称相机事件并未发生在该校 据官员称 西雅图消防局工作人员就是了一名月17岁的女孩 但是他站在公交车站等车却遭到枪击 警方正在调查 周三凌晨发生在北西雅图一家加油站的致命枪击案 据西雅图警察局称 凌晨2点30分左右 警方收到报告称 在奥罗拉大道北段和北门路北段 交界处的阿尔口加油站发出枪战 当警方到达现场时 发现一名30多岁的男子身上有枪伤 警员和西雅图消防队医疗人员 对受害人进行了心脏复苏 但他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 西雅图市政医会的几名医员表示 由于警察局的人员编制处于大约30年的最低水平 他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警察局人员的编制 并且需要采取警戒行动 西雅图警察局在过去五年中流失了700多名警员 目前的警力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目前西雅图警察局有913名的在职警员 西雅图市委会的主席兼全市议员塞拉尼尔森说 本应会对人员配置水平极为担忧 西雅图贝斯咖啡馆已有70年的历史 位于奥罗拉大道的繁华地带 匹林绿湖 这是世界上少有的 你可以在凌晨四五点看到一个刚刚工作结束的人 和另一个穿好西装准备上班的人 边吃早餐边交谈的地方 一位顾客说 这里有很多回忆 我最喜欢的就是和朋友们结束一场阅读演出 凌晨三点来这里吃无限量薯饼的经历 2024年1月 在贝斯咖啡馆的前老板与李德接洽后 李德接管了小店 李德说 他很荣幸也谦卑地成为接力火炬的人 您可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 说您错过了重要包裹 或者有一张礼品卡带收 但这些短信可能是释出窃取您金钱和身份的诈骗短信 商业改善局的专家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企业使用短信与客户沟通 骗子们正在冒充年轻人的组织发送诈骗短信 不要相信任何未经取得的短信 诈骗者会声称您赢得了大奖或其他摄影 试图让您点几点接火拨打短信中的号码 以窃取您的信息 如果管轻看起来很可疑 请勿回复 也应该屏蔽号码并删除信息 一位房东正在贝尔维尤的出租外 组织一场抗议活动 以反对租车里但长期没有支付租金的房客 房东提起诉讼后 房客推欠的租金一直由住房正义项目支付 这是一个为面临驱逐的房客 提供免费法律支援的组织 该组织额外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 让租户有时间搬出 但房客并未搬出 目前房东已经损失了8万美元 租户表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他已经失去工作 也无法支付房租 但他即将获得一份新的合同工作 并计划很快搬出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中文夜线栏目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 疫情虽然已经过去 但你仍需要接种 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 2023至2024年度COVID-19疫苗 一旦感染 可有助降低长期COVID风险 如果你没有保险 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 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 请马上进行检测 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 详情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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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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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 对人们实施诈骗 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最开始以常规通化的形式 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 但很快 语气变得非常严肃 他们声称您的账户 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 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 这是诈骗 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 至安全账户 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 都是骗子 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 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 详情请访问 ftc.gov slash languages slash chinese 下面向您介绍局新闻 3月15日 欧冠八成抽签揭晓 曼城对战黄马 巴黎对战巴萨 阿森纳对战拜仁 多特蒙德对战马静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 将在4月10日开打 中国新一届组协领导板子搭建完成 张嘉胜国家体育局 副局长党组成员 中国组协党委书记 宋凯中国组协 主席党委副书记 孙文中国组协副主席 袁永庆中国组协副主席 党委副书记 秘书长的劲 NBA常规赛 雷霆126比119 立刻独行侠 亚历山大31分9篮板5助攻 二强段率队取胜 雷霆重回西部第一 杰伦威廉姆斯27分4篮板5助攻 三盖茂 吉迪18分3篮板5助攻 多尔特12分3助攻 独行侠方面 东七级缺阵 欧文空砍36分4篮板 12助攻二强段 小哈达为23分9篮板3助攻 加福德19分15篮板 雄龙114比105逆转 战胜76人 字幕共32分11篮板7助攻 率先取胜 大陆佩斯19分7篮板5助攻 两盖茂 利拉德17分3篮板9助攻 格林14分5篮板76人方面 马克其30分4篮板4助攻 哈利斯15分4篮板3助攻 佩恩13分 佩瑞12分 台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下跌190.89点 或0.49% 报收于38714.7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55.35点 或0.96% 报收于15973.17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33.39点 或0.65% 报收于5117.09点 后面的床间期货下跌8.1美元 报收于每样次2159.4美元 WTI原有期货报收于每桶81美元 布鲁特原有期货报收于每桶85.34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68848.39美元 上证指数上涨16.40点 报3054.64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0.77点 报16720.89点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99.74点 报38707.64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为每100美元兑换719.60元人民币 经过长时间谈判之后 印度政府终于同意 削减在印度市场 将跨国公司的电动汽车进口关税 这对特斯拉等车起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总部表示 根据地基生效的新赠色 符合条件的帕国企业 要获得关税减 必须投资至少400 15亿奴米约合5亿美元 并在三年内在当地建厂 开始生产电动汽车 据悉价格在3.5万美元以上 电动汽车将在5年内 享受15%的进口减缺 同时承诺投资超过8亿美元的 公司电动汽车总进口额度 将达到4万辆 每年8000辆 美东时间周五 超过预期的通胀数据 继续打压市场 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纳指跌约1% 美国2月PPI数据 远超市场预期 令投资者对美联储 降期的压注受到打压 尽管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将在下周的利率 会议上按兵不动 但投资者希望了解 更过有关决策者 何时开始降息的线索 智商所 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表示 交易员目前预计 美联储在5月份 降息的可能性约为9% 远低于一周前的24% 单据时间周五3月15日 白莱克银行发布预测说 如果特朗普于今年11月 再次赢得美国总统的探选 并对欧洲汽车制造商 征收20%的高额关税 欧元兑美元可能会对外评价 特朗斯此前表示 如果他能再次入住白宫 他将对所有进购商品加成关税 包括来自欧盟的商品 本周特朗普和现任总统的拜登 均在出选中赢得了足够的党代表票数 从而锁定了各自党派的 总统候选人提名 入屋以外 两人将于今年11月 再次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正面对决 会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Kiki和朗清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雪涛 俊宏 乐阳和小圆 先来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 今日西雅图 YouTube频道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